各位欢迎光临到旅球生 前不久啊中国足球又输球了 中国足协呢派了一支U20选拔队啊 到德国去参加一个德国西南地区的联赛 但是开去不利啊我们0比3告负了 但是跟以往不一样啊 这次输球我非但没有半分沮丧 我还要大大的为我们这些参与比赛的运动员点赞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场比赛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这场比赛的开局阶段啊 观众席上啊出现了一些不速之客 他们在观众席中啊打出了标语和旗帜 这些标语和旗帜啊 完全是某个分裂中国的组织的旗帜 这是对我们国家独立和主权领土完整的赤裸裸的挑衅呢 所以观众席上已经有中国球迷要去抢夺这个旗帜了 看到这个情况 所有在场的中国球员愤而退席 比赛我们可以不打 这种行为啊必须得惩治 一直到德国警方把所有这些人啊抓了起来赶跑了 中国球员才重新回到场上 但是当然心情也受到了很多的波折 所以零比三告负了 我们在前几期节目就曾经说过啊 这些年来中国公民的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在不断觉醒 很多年前啊我们经常有人到国外旅游说 我们在国外街头发现了一些反对中国政府的宣传 那个时候我们是一笑了之的 而今天当很多90后00后成长起来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情况是我们发现 大家是忍受不了这种对中国的诋毁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中国球员愤而罢赛 此前我们也看到了啊 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的课堂上 怒斥所谓的教授的台独言论 内地的学生在香港校园里怒撕港独的宣传海报 宣传这块阵地啊 我们不去占领啊 别人就会去占领 所以啊 我们越来越多的要为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公民意识的举行而点赞 而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啊 我真有点看不上国外某些人的言论 就拿这次事说吧 这个事件出了之后啊 德国的足协一个副主席还出来振振有私的说 哎 我们请中国队来比赛 我们是很想做个东道主的 但是我们赛前我们就提醒过中国队 我们说啊 德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所以啊 在赛场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言论 包括某些组织可能要宣扬他们的理论 我们认为这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放屁 我就想跟这个德国足协的副主席说放屁 如果我们在中国的赛场上打出纳粹德国的言论 打出支持希特勒的言论 你也认为这是言论自由吗 为什么在你们德国街头 有个人提个纳粹就要给抓起来 而在德国赛场上 有人提分裂中国的言论却不能被抓起来 这些年来呀 我们是越来越看透了西方很多人士的双重标准了 套用一句陈佩斯小品里的话说啊 我们都没想到这浓眉大眼的也能背叛革命 西方世界所谓的言论自由 是在他自己画线之内的言论自由 他天然的把很多事情画成言论自由之外的 所以那些事不能提 提你就是伤害人家的国民感情 而你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时候 他又给你画到言论自由里 这就是你跟他谈主权 他就跟你谈言论自由 你跟他谈言论自由 他就跟你谈他的国民感情 前些日子发生的事不也是这样吗 前些日子加泰罗尼亚要求独立 要说这些年来世界上独立的国家 也出现好几个了呀 每一次西方世界都是很支持的呀 可唯独这次 肉动到自己身上了 整个西方世界啊 初期一致的一致 反对 我们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 我们反对加泰罗尼亚从西班牙独立 这个事情啊 气得这个南联盟的前领导人都跳出来说了 说你们西方世界也太双通标准了 当年我们南斯拉夫分裂的时候 每分裂出一个国家 你们都跟我们说 这是人家这个独立自主 人家这个地区人民 有权利选择独立 这次加泰罗尼亚独立 你们怎么不说了 这次加泰罗尼亚独立 你们怎么不是人家人民 有权利选择独立了 有权利独立于西班牙了 你们怎么不武装干涉了 其实我又想啊 从根上讲 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他们还真的没有搞双重标准 这么些年以来吧 他们真的搞的就是一套标准 什么标准呢 欧美中心主义标准 意思就是说 凡事有利于我欧美的 我就认为是对的 不利于欧美的 我就认为是错的 对我有利的我就去争 对我不利的 我搭理都不搭理你 为什么 因为我经济强大呀 我军事强大呀 规则是我写的呀 所以表面上的双重标准 实际上就是欧美中心标准 从这个角度上看啊 我倒是能理解欧美中心标准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 既然你们认为谁经济强大就听谁的 既然你们认为谁经济强大 谁就书写规则 那么很简单 中国今天经济强大了 规则该轮到我们写了 而我们的第一条标准就是 今后只要有中国人出现的场合 就永远不允许有各种各样的反华言论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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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s